大家好,我是Stan 现在在韩国,著名艺人们将活动范围扩展的YouTube频道 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了 而最近以饮酒交谈为主轴的脱口秀 非常受到韩国网友们的欢迎 但同时也有很多网友们担心 这种饮酒脱口秀会对青少年们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首先,因为以游戏的查听过去Bulldog鸡们 邀请著名爱豆们来她的家中 招待她们吃饭喝酒的节目爆红后 以及其他艺人们也都先后开始了饮酒交谈的节目 因为这种类型的节目能让观众们看到偶像们平时看不到的一面 也可以让粉丝们看到自家爱豆会有什么样的饮酒习惯而收到了很高的人气 但是随着这类型的节目人气越来越高 有很多网友们开始担心 节目来边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们喜爱的爱豆 如果这样轻松地问每一位来边 酒量是多少,酒最后的习惯是什么 并将稍微有点醉意的爱豆们描述得非常可爱,真实 这可能会在无意中让青少年们对酒产生正面的形象 尤其是真的每个一天都会听到酒家事故的现在 饮酒绝对不是可以美化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将饮酒换成抽烟就能知道这为什么是问题了 这样的话就再做一个两个人抽着烟交谈的节目吧 只是想象都觉得很可笑 酒播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对酒太宽宏大量 所以对酒的警惕性也下降 事故也开始增加 不喜欢就不要看呢 是YouTube啊干嘛这么认真 不喜欢就不要看 孩子们很难这样做 喝酒关系才能亲近 才能说出真心话 这种刻板印象真的很可笑 酒广告都是有名人在代言也很傻眼 也不会像烟一样 贴着让人可怕的照片跟警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要卖酒 所以对于韩国的这些饮酒交谈节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离开赛公司的杰西进入章杰西创立的经纪公司 Morbeam了 4月15号杰西在IG发文表示 我在这圈子工作了18年 我的全生时期还没有来临 期待新的开始新的旅程 并上传了与章杰西的合照 去了很适合的公司 真的太猴了 好潮流 好帅气 以为会去UJESOP的公司呢 但是PAKGEMON的话 应该算是最棒的选择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害怕空拍机的杰西 啊真的好可爱 太可爱了 我快死了 看截图真的笑出来了 QQ 2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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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